最難的還不是技術 因為學tailoring就是剪裁 不是很難 主要是學一個taste 就是它的一個品味 但是這個taste呢 歐洲和美國差異太大了 美國是把所有的通俗品牌 把它變成high fashion 這是美國做法 是反過來做的 像我們最簡單的就是美國有很多 Kervin Klein像這個 Kervin Klein是個大眾的東西 在美國變成一個high fashion 還有中國大陸現在很喜歡那個boss 其實也是個很一般的東西 他把它做成high fashion 美國是把它倒過來做 比方說我們這個Holiday Inn一個酒店 在中國變成一個高級酒店 變成五星的 Holiday Inn在美國三星我們都排不上 這個現在好像Best Western 都要做進去要做私心的 那是不可能的 是吧 這是美國的做法 美國就是把下面的往上翻 歐洲是上面的和下面的沒關係 所以你說孩子要學fashion的話 你就看他在哪發展 你說要走大眾市場 在美國發展 你要進美國學校 他教的是這一套 那麼最好學校就是紐約那個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IT 那就是那個 我們加州有一個勉強好一點的歐迪斯 但歐迪斯就跟FIT差很遠了 那就到紐約 那就是說 你要孩子到紐約發展 那其他的很少 美國的 但是如果你要做Fashion 要真正學真正高的那個 巴黎當然是一個選擇 其實比利時的安特衛普是最好的 安特衛普 安特衛普出過七個很棒 叫安特衛普七人 那是一個high fashion的一個點 但是是歐洲式的 他們在美國找不到活路的 就他是做那種的 所以就是說你 你這幾個就是說 一個就是有意識的讓孩子都看 都關注 第二個不要把孩子過早的 搏離到時裝去 你最好是看電影 因為電影裡面有各種服裝 有各種服裝 因為除了時裝設計 還有一個叫costume design 就是演戲的服裝設計 這個最好需要在我們這裡 在加利福尼亞藝術圈 在Kellands 在Valensia 那你說一部電影 給你拍一個三十年電影 讓你做服裝 你看花樣年華拍的多好 是吧 那三十套 張曼玉三十套旗袍 那就是真正是做的 那個我都認得他們幾個 那個好幾個香港做服裝的 那個我 我其實都很熟的 他們就專門做電影做的 那你做得很愉快 並且有創造性 所以這個 第一個不要給孩子太早定位 第二個是讓孩子 不要過早的盯在時裝上面 是讓他盯在這個視覺的 服裝的世界裡面 這個看電影是最好的辦法 電視劇很大 你看我最近看一套電視劇 沒看完 Madman就是那個廣告 廣告狂人 第六季度了 拍五十年代美國廣告業的 哇 裡面的服裝 你整個看出來A字裙啊 哇 那西裝啊 那人的抽菸的方式 那完全是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美國 哇 看到我真是太叫絕了 裡面的家具啊 音樂啊 汽車 你們回去看 Madman 瘋人啊 Madman 廣告狂人 第六季了 你們到Netflix上去看 哎呀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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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早不要把孩子送到私校 我 這是我的一個做教育的一個 就是私校進得越早 這個孩子越廢 因為 因為私校他給你一種 你是獨一無二的 你是了不起於他人的 這麼一種感覺 美國是一個公民國家 最好是接受更多公民的教育 我是這個東西說 你不要總覺得我是居高於人物 我他媽死小我讀web school 你他媽的你是一般的 Saint Gable High Saint Gable High 他學的東西是社會的東西 因為你將來在社會上要混啊 你在學校裡培養出來 你變成一個高於他人的人 你沒有辦法跟別人合作 你將來怎麼做生意呢 所以呢 找一個社區安全一點的 公立學校先去讀 並且不要一步就把他送到什麼 哈佛耶魯那種 最高的學校 其實有很多學校 像這個State Kal State有好多學校 好多不行 你說學建築 你花那麼多錢到哈佛學什麼建築呢 他的那個公共課程 跟我們在Pomona一樣 Pomona那個建築好得很 Graphic Design 最好的是我們Kal State Long Beach 不是R Center 你到哈佛耶魯那花那麼6萬塊錢一年 你到Kal State Long Beach 像你們都是公民的話 花多少錢呢 State University多少錢一年呢 我沒有搞清楚 肯定很便宜是吧 反正是比較便宜了 那就差很遠了 他學的東西是一樣的 並且他學會做人 你就想一想 斯皮爾伯格 斯皮爾伯格 是Kal State Long Beach畢業的 他 George Lucas 是 UNC 他們兩個 兩個沒有什麼區別 你會覺得 斯皮爾伯格很差嗎 他讀了兩年就 就出來了 他是Kal State Long Beach的學生 所以呢 千萬不要小瞧這種 State University 我倒是 我是作為 我一直在高級的私立學校教書 我就老勸那些人 說你馬上公立的 其實學校有人說 這廣多人說 你還幫我抖眉啊 就是你把客人給我倒掉 其實我說老實話就是 你先找那種 他是說 接地氣的 就你在一個中學裡面 你就是混混 你慢慢讀研究生越讀越好 應該是這樣走 而不是一開始就進入那種 分離的 我有個朋友的兒子 在那個web school 就是那個web 那個非常好 那簡直是 那太過分了 是不是那個學校 連我都不能見 警衛受的見 我說這孩子搞出來鬼用 是吧 搞得好像很牛的樣子 他覺得我的學校就是 他將來這個態度 會影響他將來待人見物 就是我 我有一群同學在 普林斯頓畢業的 普林斯頓 我們 就是叫這個口號 我說shut up 就這個 不必要的 是吧 就像北京 呀我清華的 你牛什麼牛 清華不出來 一樣到麥當勞打工 是吧 逐步上思考 先進功效 這個對孩子的這個 心理成長 有幫助 好不好 謝謝 有人說 就是小孩子 不要過早地學畫畫 因為會扼殺他的想像力 而且技巧的話 也不需要很早學 所以我想問一下 您覺得大概 幾個比較合適 而且一開始上來 學些什麼比較好的 小孩子開始塗鴉就行了 就讓他給他畫 小孩子總是想要畫東西的 這個是正常 小姐願意畫 我插一句 像我們教課 我們經常家長這樣 畫得像小孩子一樣 我們朋友在哪裡都畫油畫 七歲六歲 油畫油畫 那個七歲六歲 油畫就完蛋了 就是 就沒有想像力 所以小時候讓他畫 那是不是要上培訓班呢 他培訓班要看 那什麼樣的培訓 我現在看很多美術學 有些就是 我一進來就找美術學院 那個東西來做 有些就是 我看汪老師外面掛那些畫 我覺得挺好玩 畫的各種各樣的奇怪的東西 其實你就選一選這樣的學校 你讓他這個學校 學生進來 他有一種這樣 不太受限制的 這種引導的環境 這個我對孩子還是比較好 所以多找都無所謂 多找無所謂 我一歲就在牆上圖 挨打 結果就圖出來了 那就是說 好 你好 來 每天要是堅持讓他來呢 還是說 就退掉啊 還是怎麼樣 你先讓他來一段時間 看看他的發展 他如果通過這段時間 他慢慢覺得這個畫的東西 還是挺有趣 你發覺他的家裡 拿起筆圖的時候 那這個孩子就差不多 應該可以走這個視覺的路了 如果他再保持一段時間 他還是沒有興趣 這個孩子審美還挺好 對顏色什麼 就是去年 前年都在國際上拿過獎 但是我那想法 他回家就是看iPad 作業不到最後一分鐘不寫 是是 這個不是畫畫的問題 是iPad的問題 是吧 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不不不 也讓他看就是了 讓他看就是了 反正現在你躲不掉 他偷偷看還更不好 反正就是最認真的一件事 就是看iPad iPad他如果在iPad上看電視連續去 你就更慘了 看那個美國的動畫片 在日本的 那也行 那也行 那也還是視覺學習 就讓他看 沒問題 還是 他那個畫畫還是要給他堅持 你就說 你看了這麼動畫片 你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形象怎麼樣 你能不能再畫一畫 他把那個連接起來 他就有個啟動 他要是 有些孩子對視覺東西沒興趣 你發覺有些孩子 他整天到外面蹦 是吧 有那種孩子就是 回家就不上桌子 就在外面整天 拿個滑板在外面蹦 那種就沒希望了 是吧 那就將來當奧運會冠軍 是吧 但是你這個孩子 屬於還是願意看 那就看 那就讓他又動手 就沒問題的 不是他現在 你比如說 雖然我給他加了很多東西 但是他呢 就是最喜歡是滑冰 然後跳舞也不是很愛跳 然後這個畫畫呢 就是在家一筆不畫 那我的想法 我是堅持下去 還是說隨著自己 你現在堅持一段時間 在看他的發展 一般堅持到什麼時候 你多大呢 那孩子 那孩子現在六歲半 六歲半 那還小 還沒進小學呢 你等到上了小學一二年級 你再看他的趨向 那個時候他已經有趨向了 如果這個孩子整天滑冰 那就讓他滑冰吧 他那個滑冰是蠻喜歡的 但是滑冰和跳舞結合在一起 就更美 所以我也強迫他跳舞 不你 你就可以強迫他了 他不強迫他 我們現在 似乎沒有 就哪兒不想去 就天天就在家混 行行行 現在都是這樣 這孩子不是你一個的問題 我估計現在 所有孩子都有這個問題 那不像我們以前 沒價錢講 回家就做功課 做完功課 做完功課 給十分鐘看小人輸 那我就有十分鐘 那就是媽媽很兇 現在媽媽兇不了 是吧 社會不一樣 她搞兩下跟你講人權 你怎麼辦呢 是吧 你真的很夠強 那我還是要兇一點 兇一點 那是虎媽媽 你這個是 好的 後面還有一位 你好 我女兒三歲 在網上畫畫 畫到現在 今年十一歲 我現在有問題 就是因為我知道 那個Kell State LA 有個Art Heights 然後我就不知道說 需不需要那麼早 送她去Art High School 當然的話就是 不是在Regular的 Public School 讀High School 而是去到專業的美術 是是是是 有沒有那個必要 說那麼早 這個你可以去看看 他們的 這個其實每個 這個High School 就是我們叫 After School 它其實 教的人關係很大 到不在於這個課程有沒有用 就是什麼人在教 我們Art Center 是有一個 在Raymond那邊 有一個叫 Art Center Saturday 就是禮拜六 上一上的 我就看 它不同的老師 其實它有點放鴨子的方法 就是有些老師好的話 它啟發就很起作用 但是有些老師呢 它去了以後就是 隨便搞搞 你知道 教那種課的老師 都是這種大學老師 去做點加班的工作 大家懂這個意思吧 就是我們廣東話給炒鋼啊 就是 就是說 所以有些老師很用心的去炒鋼呢 他就會教得很好 但是有些老師說 我就媽就收點錢 反正學校不查的這個課 所以你到 到那個 UC 或者到什麼地方 上這個High School的這個課程 你最好是先去看看 大概他們上些什麼內容 就是你心裡有個底 如果這個老師說 上來就拿點紙啊 大家疊疊紙啊 或者說什麼試驗呢 Experimental 這樣做的話呢 那就沒有什麼價值了 我要看看誰上和上些什麼東西 我想 那個因為有很多大學 都有這個High School的這種 這種 就是我們就職業的課程 但是呢 他差異很大 那個當然 設計基礎比較好的學校 他就 他就會上 這老師好一點 比方說 我剛剛講的Long Beach 我去看我當老師相當不錯的 但Long Beach很遠呢 是吧 那你這個我們叫這個Cal State LA 那就他的藝術系就比較差 那不是多好啊 這個我就看了一下就 他就不是說多好 他的會計系很好 是吧 你就就你看得出 你最好就做媽媽先去調查一下 就是你們上些什麼東西啊 看看你們的curriculum 你們那個課程表 然後再看 就是說先別做一個決定說 開始不開始 開始沒問題 但是就是說他上的好不好 因為他平時成績也不錯 所以我不想那麼早說 把他送到high school裡面去 然後他的那些basic的基礎的分數 就要求得不高 所以如果是上了high school 然後上了high school 然後再轉出來的話 就比較困難 是是是 他的基礎都丟掉了 你太早離開那些基礎課呢 其實對孩子不利的 因為我們說 一個人的綜合性的常識 包括這個文學啊 包括這個美國學校 你們教什麼弟弟啊 這些東西 我覺得都對將來的孩子有用 你把它放在很早的放在 我在美術學院的附中 我就很反對 因為一進來以後 文化科都砍掉了 天天畫畫 然後學生出去以後 跟一般的孩子 他的文化就答不上了 別人講的你都不懂啊 我在 我現在在大學當院長啊 我就經常考 我們幾千學生嘛 我就老考他們就常識 就講事業的首度在哪 一多半答不出來 我說你什麼 就這麼差的地理常識 貝爾格萊德 是什麼地方 沒聽過 就傻掉了 我說貝爾格萊德 前南撒拉夫 他還有 還有後南撒拉夫 我實際有後南撒拉夫 我說後南撒拉夫 分了幾個國家 黑山啊 波士尼亞 可洛地亞 沒聽說過 那就完蛋了 傻瓜 然後再問一個比較簡單一點的問題 這個美國一樣 美國現在 我們這個教的 美術學院的學生 你問美國這個五十個州的州府 在哪 你多半講不出來 是吧 你講 紐約州 Albany 這個 是吧 那個我們加州的Sacremantle 你多半講不出來 笨蛋了 一個國家才五十個州 你都講不出這些州府 這個 這個其實是 他在中學裡面 他們有這個教 他 常識 就是 必須要學 就不要太早把它搞得專業去做 差不多了吧 王老師 我們再答一個 這位 我孩子明年申請這個 美術藝術這個學院 我想問請問王教授 有什麼特別注意的 就是這個問題 在申請方面 有什麼比較好的建議 申請方面第一個就是學校好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學校好 美國都有排名的 排名的 你一查就查出來了 這個 每年這個business week 就是商業週刊 每年都排美國頭十 那麼排得出來 像Arsenter 排得很前 R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羅德島設計學院 紐約的Pratt Parsons 這排名很前 那麼有一些後進的 後來現在算不錯了 比方說有些學校 是某個專業很強 像Karlige Mellon 它的工業產品設計很棒 還有這個 我們知道這個 喬治亞州的 有一個叫Savannah Savannah 美術學院 那個是不錯的 公立的美術學院 有一個不錯的 就是Massachusetts College 就是馬省藝術學院 那是州政府辦的 那這些都是不錯的 所以這個不是個問題 就是說要找到好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家裡 準備花多少錢 這是一個學費 因為學費差很遠 如果說你要讀一個 非常貴的學校 像我們Ascent這樣 一年三個學期 一個學期收1萬6 差不多要6萬塊錢的 那你就加上車 就學費 一年差不多花到10萬塊錢 你要讀八個學期 你差不多三年吧 你花到60萬到70萬 投進去 我覺得有些不划算 除非你學汽車 非它莫俗 所以比方說你學一些 所以就是說 有些專業 你是非要去那個學校 像時裝設計 FIT 你是一定要去 因為它實在是好 像學汽車 包括Art Center以外 美國只有一個學校有 就是那個底特律的 Center of Creative Art 就是那個 但那個學校 它只有汽車沒有別的 綜合的人文環境比較差 所以我說要讀那個 你就Art Center 就沒得說了 但是大部分的專業 是有的選擇 比方 Graphic Design 平面設計 有的是的學校有 美國估計有 五 六百個學校有 就包括這個 州立大學藝術系 所以就放不著去 這種最頂尖的學校 這是第一點 Illustration 有的是學校有 那就是說 你看準備是學什麼 孩子 如果孩子沒有想好 平面設計 平面設計是最容易找工作做的 因為這個小的可以做菜單 是吧 餐館的菜單 就它工作的opportunity很多 不一定是做得很好 所以 Graphic Design 你到Cal State Long Beach 我覺得你要能夠進去 那也是非常有福氣了 因為它的學費很便宜 第二個學校 是個州立學校 還有很不錯 第三個呢 就是那個學校裡面 它有很好的人文環境 那個學校 雖然是個叫Cal State 但是很不錯 這個學校 但是那個學校的難處 就是人都知道 這個學校便宜又好 就是我們廣東學 便宜又好 那就說進去不容易 你就早點下手 早點下手 第一個 叫做什麼 做Portfolio 我們中國學生 都不會做Portfolio 你們就最好找一個 像阿山的這種學校 它有一個課 叫你怎麼做Portfolio How to prepare your portfolio 你要上那個課 你沒有Portfolio 你上不了學校 你要學會做Portfolio Portfolio 你中文連翻譯字都沒有 就中國壓根沒這個東西 中國把它叫中卷簡歷 不是一回事 Portfolio是一個職業的東西 有一套做法的 靠Portfolio 就是這個 所以你就可以想一些 不是太貴 但是很好的學校 好不好 謝謝了 謝謝 謝謝王老師 謝謝 謝謝